我在火车全都坐过了,所有火车全部坐遍了,没有不坐的就是,所以说这个我能排的就一是由我火车票的职业关系,令我对铁路热爱,还是热爱,你不热爱你排不了, 而且我经历那么多艰难,痛苦,泪水,汗水,生命代价换的,不是简单事。 因为我在文革之前,我搞美术,画画,写字,后来文革一结束了,我在工会当干事。 我们工会主席让我拍楼膜,还是那时候开始平楼膜了,开始波澜反正了,让我拍楼膜,就这么一刺。 这是我刚拿相机的时候,还用的海鸥相机,那时候,叫双镜头反光相机,端着牌。 而且我形容自己是用一台海鸥相机起飞,飞到今天。 我排了铁轨、奔腾机车和车厢的人,这是我最佳选择。 很多人就是自己职业很好,不排,算烂跑,最后啥也不是。 是吧,射身,那是什么,那是高。 其实真正的风景在脚下,你最熟悉的地方。 像这张片子,当年蒸汽机车冒了气,拉着绿车皮,那时候人,你看,精神状态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 而且还挺配合你,一拍它,它还很喜欢。现在那车全封闭了,你想拍也拍不了。 就能够探头,你拍它,马上缩回去。实在完全不一样。 用的莱卡。莱卡是德国的相机,叫M4P,用35毫米头。 体积小,成像好。而且在那时候拍片,在七十年,在八十年,在九十年,人们防范意识不强。 所以这个拍效果非常好。所以我火车中文大部分都是他拍的。 而且这是我,蒸汽机车是我唯美拍法。追求美,光影,效果,动态,全好。 这个。即使我那个,火车中文,那就是记录社会生活的。 而且它的历史感,苍苍感特别强。 那时候黑白焦脚也便宜,彩色也贵,就是买不起。 就是这么的。现在回头看,我后来拍好多彩色的,都改黑白了。 为什么呢?因为就考虑到,考虑到画面的形式,格式都一致,风格一致。 但是,要有黑白的,彩色就乱了。就是这个。 所以火车中文,我都是坚持黑白的。 但蒸汽机车呢,我坚持用彩色的。 现在我多数出来就这个了,叫梭尼小黑卡。 在旅客面前,它显得小,像玩似的。我不能正规弄牌,都像随便玩似牌。 它也不太在意。但是我都偷牌,都这么掐了表。 在车里是这么来回走啊,不敢露面,就这样。 我看好你,我想看你吧,我进去对他,这样。 我跟你瞅你,这一张,把它拍下来。 叫偷牌。 这叫什么呢?歪打正着。 好。高铁现在就是环境好了。人的素质也高了。 但是就是防防意识强,这是一个。 再一个全车厢,一个动作,低头足。 就你看绿车皮全都看手机。 但它动作呢,歪的横躺舒服,什么都有。 在高铁里呢,就是规规矩矩矩的,就插车里头。 规规矩矩矩的东西就算正常的。 歪微一点的,那都好一点。 这么多年在车上我拍片,我不敢公开拍。 一公开,就马上就出问题。 所以我形似自己只是小偷。 我偷的不是旅客财物,是旅客的影像。 这些年在车上拍片,就有一种有上贼船的感觉。 叫练了一颗贼心,一颗贼胆,两颗贼眼。 这是1996年,在广州到深圳。 不,到深圳,广州到哪儿,到成都。 当时我拍的太有意思。 我一拍,那是没有防范意识。 我一拍,他一蒙坦了,蒙着蒙着,才齐尼巴巴之响。 逗得旅客呀,哄声大笑。 他不能怎么亲呢? 反复一次本来一张。 反复一次本来一张。 就这么瞬间。 这张片子我在200年,在丹麦展览, 一个荷兰摄影师看好了以后, 就想买这张片子。 他就喜欢这张片子。 后来这张片子,我说为什么喜欢这张? 就是你中国人啊,那种情感、温馨啊。 我全明白了。 所以要有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 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张片子。 和多亚颜色来关系。 这张片子。 我知道但对方楼上有很多事了。 我全能认识地带来。 这张片子。 是麻烦。 一张片子。 有很有月。 有点大器。